大家好,民营党的反击来了 民营党最新表态,表示欢迎宋涛访问中国大陆 帅团访问中国的国民党主席夏莲 日前会见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 宋涛表示欢迎绿营人士访问中国 民营党12号表示 民营党一向鼓励并支持健康有趣的两岸交流 只要愿意尊重我们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 也欢迎宋涛随时来台湾走走 了解台湾的民意和善意 民党认为两岸关系稳定发展是双方共同责任 任何分歧应该要理性务实沟通 呼吁中国应停止将单边意志强加于台湾 两岸交流应该在不设任何政治前提下 沟通、协商、化解歧义 才能开启互利双赢的未来 民党表示 只要中国尊重台湾人民 民主自由价值的坚持 以及台湾的自由民主正线制度 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原则下 民党会善尽地主之一 欢迎宋涛在内的各界人士来台湾走访交流 多了解台湾的民意和善意 民党重申 未来两岸应该在理性、平等、相互尊重下 推动疫后健康有序的交流 民党将坚持原则 以务实态度处理两岸关系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 也呼吁北京当局负起共同稳定两岸关系的责任 同一天台湾的国家联盟因台北市长市蒋万安为由 拒绝与台北市政府联合举办228纪念活动 另有228受难家属要求蒋家后代的蒋万安应公开道歉 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今天表示 台北市政府将以最大诚意把活动办到最好 希望促进社会和解 而蒋万安作为台北市的大家长 有责任于此事上展现出应有诚意 台湾国家联盟过去连年与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228协会合办228纪念活动 但是随市长更迭 当年党国威权统治蒋介石后代成为台湾国家联盟 汉然表示 绝不与蒋万安合办纪念活动 且多数受害家属也无法容忍 与加害者后代同台 更有家属扬言 向蒋万安抗议要求道歉 主长台北市文教业务的林一华 陪同蒋万安视察开学情形 接受采访时表示 台北市文化局主办228纪念活动 行之多年 希望透过此活动让大家面对这段历史 彼此能携手前往迈进 因此站在北市府角度 将会以最大诚意把活动办得最好 希望促进社会和解 至于蒋万安敏感的蒋家后代身份 应该如何面对228 是否向受害者家属道歉 林华指 蒋万安于228当天必会做些发言 但重点仍是透过历史反省 促成社会和解 继续向前迈进 为此北市府举办228活动重要原因 而蒋万安终究作为台北市大厦长 有责任于此事上 最有趣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的父亲蒋 孝延 曾针对学者研究指228事件中蒋介石是事件的元凶 应付最大责任 对相关人等提告 对此蒋万安今天接受媒体采访 为正面回应此事 对蒋介石历史定位含糊其词 仅称让历史回归历史 并希望政府公布相关的史料 档案还原历史真相 促成社会和解目标 但照2006年 财团法人28事件纪念基金会 委托学者完成了28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 该研究直指蒋介石是事件元凶 应付最大责任 那前国民党立委蒋孝延 当时公开要求基金会 陈锦皇与撰文者陈一深 张延宪等人公开道歉 并提起刑事与民事诉讼 求偿50亿元 最终检方不起诉 那么蒋万安的视察 孝延开学日接受采访被问及 并未正面回应 且对蒋介石历史定位含糊其词 仅称历史回归历史 重申自己会坦然面对 用心倾听 也希望政府能公开相关的史料档案 还原历史真相 达到社会和解目标 至于如何定调二十八事件 蒋万安指出 过去担任立法委员时 既关注转型正义议题 并与许多受难者家属见面沟通 并支持家属提出平反撤销不反 蒋万安重申 将持续倾听 坦然面对 还原历史真相 促进 那么民进党的议员陈一军 他也批评蒋万安 他说蒋万安作为加害者的后代 要出席二十八活动 并与受害者遗族同台 引发反弹可以预料 犹如希特勒及纳粹的后代 参加犹太人遗族纪念仪式般的突 尤其蒋万靠着蒋介石等 蒋家光环获得政治红利 因此授意登上市长 但此无疑是对二十八遗族 国民党的议员叫秦慧珠 他表示台湾国家联盟 拒绝与台北市政府合作 此令人遗憾 因纪念二八的重要用意 除了还原记取历史外 更要促进族群和解 若是永远将对方视为 勇士不共戴天的仇人 始终记恨不肯原谅 将使后代子孙 一直活在过去的阴影中 无法促进台湾社会 走向光明固 那这就非常有趣了 民进党说台湾是善意的 对大陆有善意 对大陆人有善意 平等 和平 民主 对话 健康有序 你看这都是好词 结果到了二八 勇士对抗 永远不原谅你 看明白吗 大家 就民进党欢迎中国人 欢迎大陆 去台湾看看 只是口头上说一说 他永远要操作两岸的仇恨 这才是民进党 他真正的用意 他要操纵两岸对抗 两岸的仇恨 你别说大陆人啊 就连这个国民党后代 他生活在台湾 他都要对抗 二八 对吧 二八纪念 那么蒋家人 你就不能参加 那大家可以想象 二八事件的时候呢 蒋校园 他岁还很小 蒋万安还没有出生 他们都要为二八事件负责 那台湾现在还是对二八事件 有各种各样的仇恨情绪 那台湾说啊 欢迎中国大陆 释放出这个善意 你相信吗 你相信民进党给你释放这个善意吗 这无非就是什么 就是回应国台办主任宋涛那句话 并不是真心欢迎中国人去台湾 到现在连拿着台湾身份证的蒋校园 都受到台湾绿营的排挤 绿营的这种仇视 何况你中国大陆的 你大陆人到着台湾 我说过啊 这个民进党 民进党就像纳粹一样 你看那个十字 就散播仇恨 好像谁都欠他们的 好像谁都欠他们 好像到哪儿 好像别人都欠他们 中国大陆欠我们的 国民党欠我们的 世界欠我们的 仇恨 就要仇爱 为什么 仇爱我们能团结 仇爱我们是不是能抱团 我们能独立啊 不还是为了独立吗 所以这就是民进党的 他的逻辑 他一定要宣传仇恨 所以他什么 讲的什么民主啊 和平啊 有爱啊 你到了台湾 那遮羞布全给你撕下来 我到台湾 没有感觉到什么有爱 没有感觉到什么有爱 那大陆啊 你看到海关对大陆的态度 大陆的啊 大陆 这是我们台湾 你看 马上就起来 我们台湾 你们大陆 好像我把你怎么递了似的 你不还叫中华民国呢吗 你先把宪法修改了 你再给我横 我真的想把这句话整出来了 你跟我横什么 我还不知道你是台湾呢 你宪法不写着中华民国呢 你也没修改宪法啊 那既然叫中国 我去中国转一转怎么的 什么你台湾呢 你自己都不敢修改宪法 你跟我横什么呀 啊 你看台湾是什么意思 啊 我们是台湾 你们是中国 高高在上 是吧 你们是加害者 老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国民党的问题 那国民党现在 在你们台湾 不还是参加选举的吗 你跟我什么关系 啊 还欢迎你 欢迎你到台湾去走走 你敢去吗 啊 二十八那天 你不怕被打死吗 二十八打死很多大陆人 你看台湾从来不纪念 被打死那些大陆人 他永远纪念那些 被打死的台湾当地的人 这就是一种仇恨 就认为有一些死 他是应该的 像大陆人的死是应该的 这叫种族灭绝 灭绝中国人 大陆人的死是应该的 而台湾的死是要被纪念的 你看这就是一种什么 这就是一种选择性的纪念 这会在前日里造成什么 你认为中国大陆人该死 台湾人就要纪念 啊 就实际上对中国人 就是一种仇恨 所以我说 每年纪念二十八 就是又一次 对中国大陆的仇恨的宣传 而且对中国人 是一种种族清洗 这就是用纪念活动 对中国人进行种族清洗 所以我说 这个蒋万安未来呢 会面临各种各样的 民进党对他这种 种族清洗的行为 说白了就是 对中国人的仇恨 民进党讲的再多 欢迎什么宋涛 你认为宋涛敢去吗 宋涛去了 不被打死吗 你民进党能保证安全吗 你每天宣传那些东西 杀光中国人 啊 中国人 在你台湾 连叫中国人都不可以 连吃个螺蛳粉都不可以 你说你欢迎中国人去 谁相信呢 中国人信吗 有一些中国人可能信 在美国那帮中国人 可他妈相信了 是吧 跟着台独是一家的嘛 就希望分裂中国嘛 我不信 我不信 你释放这个善意 就是骗人的 那现在来看呢 民进党啊 有意啊 缓和局势 所以呢 邀请宋涛 国台湾主任 访问台湾 目前呢 台湾局势啊 是美国右战 台湾B战 大陆备战 民进党呢 已经成了美国的战争带脸 迟早呢 会将台湾变成下一个乌克兰 想要避免台发生冲突 台湾当局呢 要与大陆展开对话 通过对话 缓和两岸的紧张局势 民进党呢 现在已经将台湾逼到 毫无退路的墙角 由于台湾当局抹黑 部分台湾民众啊 对大陆对台政策产生误解 那现在呢 只要一提一国两制 很多台湾都会反感 那现在呢 台湾方面的又提议啊 在台湾实行和香港不一样的制度 那这种提法呢 就是一国三制 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一国三制的架构呢 以下几点 一海峡两岸合并统一后 统称为中国 中华民国不复存在 而改名为中国台湾帮 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二中国台湾帮的旗帜和帮哥 仍然沿用中华民国的旗帜 歌曲 三中国台湾帮保有原来的政治制度 地方拥有自治权 四台湾军队更名为台湾帮自卫队 由台湾自治管理 采用新式的解放军设备和装备 不再购买外国武器 台湾帮自卫队可以和解放军进行交流演习 但互不隶属 解放军也不能驻扎在台岛 同样台湾帮自卫队 如果想要扩大规模 必须得到中央同意 台湾帮应当拥有外交自治权 保留原有的友邦 并且可以参与国际组织 中国台湾帮的民众 可以自由选择参加共产党 共产党也可以在台湾帮 从事政党活动 并参与选举 如果大陆居民去台湾 购买房产或落户 应当为之制定相应的措施 保障台湾民众的利益 中华民国应该存在于历史当中 放弃所谓的国号 彻底将台独击碎 终结台独根源 只有如此才能将战争火苗掐灭 两岸可以在治理和制度上进行竞争 但是不能相互仇恨 更不能刀兵相向 台湾这篇文章上也表达了台湾岛内 对解决台问题 它的民间的一些想法 让中国大陆对台白皮书发布之后 大陆就不再允许台湾拥有自己的军队了 台湾岛内的一些民众 上并不理解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 更不会让台湾管理自己的军队 另外台湾既然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应该有所谓的邦交国 台湾岛内提出成立台湾邦 一国三制 在我看来不可能实施 中国大陆也绝对不会允许 从历史上台湾多次被中国统一 都没有允许台湾拥有自己的军队 是绝对没有这个先例的 自古中国对台湾的政策 都是完全统一以后 那么归中央政府管理 绝不可能让他拥有自治权 所以历史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现在更不可能 中国和美国在竞争 如果给你自治权 你台湾有邦交国 你跟美国 你各种的各样的这种联系 特别那个美国在台协会 他可不是擅长 美国人是绝对要搞你的 地缘正是要搞你的 给着你这么多权力 这么多空间 那你这个操作对中国危险巨大 绝对不可能 所以台湾人不要幻想 这就我一直讲的 让两岸现在处在一个 非常关键的历史的一个十字路口 就现在美国希望改变现状 不断的在台海调试 他的议员不断访台 而民进党是公开配合着 日本也想台海 出现紧张对峙的情况 俄罗斯公开表示支持中国武统 台海方向 你看这几个大国 包括中国 都有意改变现状 那么改变这个现状 向哪个方向去 就是由中国来决定 中国的实力来决定 中国的实力如果能武统台湾 那么台湾就能向回归中国这个方向走 那也说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 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什么 过去大国之间是相互角力 产生一个平衡 互相制肘 都不想改变现状 你中国 你凭一己之力 你想改变很多现状 你改变不了的 它是环环相扣的 现在不同 很多大国都希望改变 那么很容易就什么 出现地缘就是板块的一个松动 出现一个新的变化 中国如果能利用这个机会 这个战略窗口能够抓住 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 我觉得台都现在也有自己想法 利用这个机会宣布台湾独立 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来反而是个机会 就是鼓励台湾 按照美国的思路 挑动两岸紧张 两岸越紧张 你看解放军离台湾越近 中国越有优势 这个台独现在释放善意 我觉得并不是好事 台独这些人 我告诉你 他只要危机了 他一定向大陆释放善意 又说自己是中国人了 又希望缓和了 形势一变 他马上又开始搞他台独那套 开始仇恨中国人 所以千万不要上当 这在台湾问题上 中国要抓住武统台湾 统一台湾 抓住这个机会 不要上台独这个当 台独现在就是想利用什么 利用美国的支持 真正搞成台湾独立 让美国承认他 靠美国 但实际上这是台湾的幻想 中美之间不光有台湾问题 中美之间还有很多其他问题 美国是需要中国的 那么美国实际上要坐驾台湾 跟中国交易 你台湾最终被交易的是你的命 你台湾是你的命 你被美国交易是你的命 最后被美国交易以后 那些台独跑到美国 美国实际上把他们也就当成难民 因为他们对美国有利 对吧 帮美国做了个价 把台湾做价卖给中国 对吧 这是美国人 获得利益会给这些台独善待 但是你台湾这些老百姓 你们就被台独 被台湾这些政党出卖了 跟美国合作这些政党 你们被他们卖了 我今天告诉台湾老百姓实话 他们就是在出卖你台湾的利益 台湾所谓那些为了台湾的利益 我们就是为了台独 为了台湾的利益 跟中国对抗 实际上都是骗人的 他们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真正为台湾利益 他应该防止美国干涉台湾内部事物 现在来看 民进党竟然公开的邀请 宋涛访问台湾 也说明民进党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了 也说明中国的武统 我一直给大家坚持着 武统台湾 我觉得对台湾起到了效果 就是逼台湾必须和大陆来谈了 因为民进党最怕的就是武统 你用武统逼他 反而他愿意跟你来谈 我觉得这是武统的胜利 过去啊 你包括过去前几届那个国台办 顺着台湾 台湾要什么给什么 俨然一个台湾驻京办 对吧 台湾驻京办 那最后被人台湾牵着鼻子走 最后人台湾越来越搞台独 你想谈人家不欢迎你呢 养了一帮是吧 台独分子 结果武统 你看这几年武统一出来 声音一高 国台办政策一变 你看台湾反而愿意跟你来谈了 是不是武统派的胜利 你看这个现实 这个现实是不是武统派的胜利 没有武统他能跟你谈吗 你不把他逼到墙角 他能跟你谈吗 这就是我说的武统派有它历史的定位 有它历史的意义 任何大事啊 任何大事 历史上重要的事件 都有一些关键的角色 我觉得武统派 包括我这个小频道 在未来中国统一台湾这件事上 应该会留下历史的 我觉得会留下一笔 有这么一个小频道 有这么一个小频道 宣传武统 中国武统派 带动了两岸向前发展 没有被台独 绑架 我觉得这是武统派的作用 留下一笔就行 在历史上能给武统派留下一笔 历史书上能提到武统派 我觉得这就是武统派的光荣 我会一直坚持 中国会统一台湾 中国一定会统一台湾 完成统一大截 欧亚大陆一定会